大家好,我是肖明 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二 首先和大家更新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香港时间6月18号下午4点 行政长关林郑月娥召开了记者会 他大概说了这么以下几点 他说在本届的立法会会期之内难以重启修例 修订逃犯条例的工作现在已经及时停止 并且没有时间表重启 他承认整个的讨论过程中引起了社会矛盾 纷争焦虑 强调政府如果没有足够的时间处理纷争 就不会重启 而立法会明年就换届了 所以这个条例就会自动的失效 对于定性金钟冲突为暴力这件事情 林郑月娥说那是警方的决定 但是政府和警方的立场是一致的 但是呢他也说 他自己从来没有认为6月12号的参加抗议的这些民众是暴徒 尤其是那些学生他认为他们不是暴徒 至于警方是否过度使用武力 他说市民可以投诉 警监会会调查 所以基本上他在这个记者会上 没有正式的宣布撤销逃犯条例的修订 没有把这个话说辞 他有道歉 但是没有 没有辞职 这和之前的这个民间人权阵线所提出的五个这个诉求 还是相差很远的 这五大诉求是 一完全撤回逃犯条例修订 二不检控和释放反送中示威者 三撤销定性612即会为暴动 四追究警察开枪镇压 五林郑月娥辞职下台 那么对林郑月娥的这些说法怎么解读呢 我认为她体现的是中共高层内部权力斗争 现阶段达成的一种平衡或者是妥协 哪些可以让步哪些不能让步 我认为林郑月娥她最终还是会辞职的 但是不是现在 因为如果现在她辞职的话 释放出来的这个信息过于负面 就好像是中共控制下的港府完全投降了一样 但是呢 中共也知道就是经历了这么一件事情之后 林郑月娥在香港民心尽失 她已经没有办法执政了 这个傀儡将来已经不好用了 所以在未来的一个什么时间 林郑月娥可能就会以 比如说健康原因或者家庭原因辞职 或者是放弃寻求连任 我们看到其实在之前的23条立法中 这个董建华的下场和雨伞运动里面 梁振英的做法 他都是这样的 虽然董建华和梁振英或者是辞职了 或者是这个放弃寻求连任 但是他们之后呢 都当上了中国政协的副主席 这其实也是中共政权 她对他们的这种忠心 所表示的一种奖励或者是补偿 那我认为林郑月娥也会步他们的后尘 就是在她辞职或者是放弃寻求连任之后 那将来她也可能当上中国政协的副主席 下面我讲一下我对香港这件事情的更宏观的一些思考 最近一段时间我采访了一些美国政界的人士和香港金融界的人士 在对他们的采访过程中 我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核心的思路 就是香港这件事情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 就是民众抗议中共破坏香港的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事情 那么它其实牵扯的国内国外的各种的利益和争斗是非常复杂的 那么在国内很显然 它就是牵扯到了 就是中共高层内部激烈的权斗 以及他们想利用香港打击对手这样的因素 那么在国际上呢 实际上香港事件发生的背景是中国美国 就是中美之间正在进行全面的对抗 那么美国和其他的西方国家 他们在道义上都是支持香港的 但是现在这个时刻对于美国来说也是一个机会 就是如果美国就是撤销对香港的这个特殊的待遇 那么对于中共来讲 这会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会让中共在国际社会上经历类似八九六四 那个时候一样的压力 那么对于中共政权的瓦解 它是有推动作用的 还有就是在香港的未来不确定的情况下 是不是有金融势力想要做空港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香港的普通民众应该如何配置自己的资产 那么这些事情又会对香港的未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些都是现在浮现出来的问题 但是呢 在所有这些复杂的利益的冲突和交织当中 什么才是我们应该把握的主线呢 通过这几天的思考 我认为我们最核心的关切 最核心的诉求就应该是让那些在6月12号和6月16号上街的几百万香港人和他们的家人 那些带着孩子上街的爸爸妈妈 让这些香港人在中共政权瓦解之前 能够保存住香港仅存的自由 能够让香港不沦为中国广东的一个省 能够让香港人继续自由的集会 自由的表达 自由的祈祷 自由的练功 自由的思想 能够让香港人在中共政权崩溃的时候 香港依然站着 我觉得这是全世界包括香港人自己能给香港的最好的礼物 在所有的诉求当中 我认为这应该是我们最核心的诉求 其实这个也就要求香港人在中共政权倒台之前 要持续的抗争 绝对不能后退 绝对不能妥协 因为如果妥协的话 不仅中共那边得手了 而且那些国际上支持香港的力量 也会被迫做出一些损害香港人利益的事情 下面我们就来仔细的分析一下 我们知道香港抗议送中条例这件事情一出来 美国那边很快就有反应 6月13号美国国会就提出了一个叫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Hong Kong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Act 它是由美国国会的中国委员会的主席 众议员Chris Smith 联席主席Marco Rubio 还有参议员Tom Cotton 共同提出的 这个法案里面有两项重要的内容 其中一项是 美方要对涉及镇压基本自由的香港 或中国大陆的政府官员设立惩罚机制 包括禁止涉事官员入境美国 以及冻结起在美国的资产 另外一项 这一项是更重要的一项 就是要求美国国会 今每年都审核香港的政治和经济自由状况 看看他们是否还能够够标准 让美国给它特殊的 不同于中国大陆的待遇 大家知道 自从1993年美国通过 这个美国香港政策法之后 美国一直是把香港当作一个 有自己独立的海关 税收贸易和这个司法的这样一个经济体的 即便是1997年中共收回香港之后 美国依然这样对待香港 基于的就是中英联合声明 和香港基本法里面的一国两制 也就是说美国和香港之间是没有关税的 现在的中美贸易战 也没有影响到香港 而且美元和港元之间的汇率是固定的 这就非常有力的稳定了港币和港币的价值 那现在美国要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而且每年都要审核 香港是不是还符合这些条件 一旦不符合 他们就会撤回对香港的这些特殊的待遇 甚至有可能完全撤销美国香港政策法 事实上我在采访这些美国政要的时候 我问他们就是 如果香港的这个送中条例通过的话 美国会不会撤销香港政策法 他们都说毫无疑问 美国别无选择就会撤销这个美国香港政策法 那么美国可以无条件的帮助香港吗 可以在无论任何情况下都不收回对香港的这些特殊待遇吗 真实情况是美国是真诚的想帮助香港 但是他不能无条件的这样做 如果他这样做的话 在战略上在道义上美国都会伤害自己 我们可以看看现在中美关系的大背景 实际上美国几十年来对于对华关系的这个失败 就起于认为 如果美国和中共在经济上接轨 中共逐渐的富裕起来 那么他就会逐渐的走上一条自由民主的道路 这件事情根本就没发生 那么当年的美国还把这个贸易和人权挂钩 后来这个贸易和人权就越来越脱节 到了奥巴马的时期 也就是克林顿当国务卿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不能让人权挡在贸易的前面 所以说中共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壮大的 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做大的 美国现在在深刻的反省自己所犯的错误 在战略的层面 在这个价值观的层面都在深刻的反省 所以从战略和价值观的角度上来讲 美国都绝对不会让香港在政治轮件的情况下 再享有这些特殊的待遇 那样做的话只会让中共的权贵受益 让他们在这个自由的经济体中 就是肆无忌惮地攫取财富 壮大自己 而伤害的却是普通的香港民众的利益 美国绝对不会这样干 相反 现在美国是要更严格地审核 香港的政治和经济状况 每年一审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意味着只要香港的情况恶化 甚至都不需要通过那个所谓的送中条例 只要香港的情况恶化 美国就随时有可能撤销对香港的这些特殊的待遇 那么香港就会沦为中国广东的一个市 其实还不只是美国 其他的西方国家都是如此 不是他们不支持香港 而是他们别无选择 其实那对香港来说 他们也是别无选择 就是他们一定不能让自己的情况恶化 那么在和中共的抗争中 在维护自己的权利上 香港人就不能后退 另外一方面 现在的中美贸易战也使情况更加的复杂 美国如果取消对香港的特殊待遇 那么香港就会沦为中国的一个省 中共的红色家庭在香港的巨额投资 也会受到损失 受到很大的损失 尤其是如果美国和西方国家认真的执行 冻结中共官员财产的这个法律 那么他们的财产就没有地方去了 本来香港就是他们的最后的阵地 那这下也完了 另外呢 有一种说法 说中共 中国其实70%的外资都是来自香港 主体就是这些红色家庭 他们的资产 留到香港被洗白 再融资 然后再留回中国成为外资 那么如果现在 香港的这个特殊地位被取消了之后 他们在香港洗钱和融资也就做不到了 那么这样对中国的经济是不是会有很大的冲击呢 我想这些方面川普政府一定也想过 但是呢 我采访一位香港的金融专家的时候 他跟我说 我问他如果香港沦陷 那这会不会对这件事情 会不会成为撬动整个中共政权的力量 他认为是不太可能 因为香港的经济体量只占中国的百分之几 所以 无论香港沦陷或者是不沦陷 那么对中国大陆整个的经济安全 和这个整个他经济的这个存亡 是起不了关键作用的 我不知道川普政府 他会不会利用香港来进一步打击中共 我的感觉是他不会有意这么做 但是香港现在确实是处在一个非常危险 也非常紧急的状态 就像我上面说的 香港人需要通过自己的力量 使局势不进一步恶化 和中共打的这场硬仗 它的主战场就在香港本地 那香港人一定不能退缩 一定不能退让 也不能对中共抱有任何的幻想 那说起来就是对中共不能抱有幻想 我想谈一下几个诚实判断 首先就是中共各个势力集团 他们都在香港有巨大的利益 而香港也是中共高层内部 权斗中的一个重要的筹码 在关键的时刻也是他们打击对方的工具 曾庆红就曾经说过 香港越乱越好 越乱越好办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香港乱了 他们就可以向对手问责 就可以成为他们打击对手的一根棍子 还有就是香港越脱离法制 他们也就越有理由来介入香港的管理 控制香港 另外中共的红色家庭在香港有巨大的利益 他们贪不来的钱是通过香港来洗白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们希望保持香港的自由港的地位 但是和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比起来 这就不是最大的事情了 权力才是最大的事情 关于香港最根本的事情是 实际上中共它是视香港的自由民主法制 为天生的敌人的 其实中共视香港人也是天生的敌人的 就像那个将军说的 香港所有的人群里面 他把香港人分成三份 第一部分是受过港英教育的原住民 那这部分人对中共也不感兴趣 因为他们受的是英式的教育 那么还有三分之一是 土改 在土改过程中逃到香港去的 那么这部分也是恨死了中共 还有三分之一是 大饥荒的时候逃到香港去的 这部分人也恨死了中共 所以香港所有的人里面 就没有中共能够信任的 所以说颠覆香港的一国两制 是符合中共的根本利益的 也是中共一直在做的事情 在这种情况下 香港就不能把 香港人就不能把自己的头 像鸵鸟一样埋在沙子里 也不能抱着侥幸心理 他们就是需要和中共抗争到底 最后我想和大家说一下 我这些天经历的一个 小小的心路历程 就是我在想整个事情的 前因后果的时候 就意识到了一种可能性 就是我前面提到过的 如果中共它强行的通过逃犯条例 那么美国和西方国家 就会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 这样的话 中共就会在国际社会上被孤立 那么客观上呢 有可能就会促进 就是会促成中共的最后的倒台 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们应该促成这件事情嘛 我们应该希望香港 香港文献嘛 事实上我经过思考之后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 我们应该做的恰恰是相反的事情 我们应该鼓励香港人民站出来 最大限度的 为自己的自由和中共抗争 坚决抗争到底 我觉得让香港人心中 就是那盏灯永远不熄灭 让他们心中的希望永远不熄灭 这才是最大的善 所以说到这儿 我就想最后提醒一下香港人民 请仔细地品味一下 美国可能即将通过的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美国支持香港人民 我认为美国会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来帮助香港人民 但是一旦如果香港人抵挡不住中共 那么美国别无选择就只能放弃香港 并且把这件事情作为更有力的打击中共的工具 我相信美国并不愿意这么做 全世界都不愿意 所以香港一定要坚持住 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节目 请订阅和传播我的频道 谢谢再见